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奇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 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古人为何要发明鞋子真的是用来保护脚的吗 有不少人曾以为 鞋子最初的诞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双脚 养过小猫小狗等动物的人大约都知道 说猫猫狗狗的脚下都有一层软垫 在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呢 特别特别的软嫩 捏起来还特别的Q弹 可是当他们渐渐长大 软垫就会变成脚质状势越来越硬 同样的道理 咱们人类的脚其实也是一样 只要是经过足够的磨练和锻炼 一样可能在脚底板长出厚厚的耐磨的老茧 你想啊 古人最初呢都是以打猎为生的 在丛林和草地中 奔波的机会那可真不少 足以在脚底板长出厚茧子 所以因为保护脚而穿鞋子这个念头 他不能从根本上形成穿鞋子的需要 而通过考古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 就得出了一个比较可靠的理论 行礼的目的才是创造鞋子的真正原因 哪个礼啊 礼节的礼 保持寺庙洁净清洁 是很多社会都有的约定俗成的习惯 你就比方说去泰国参观大皇宫 就要求参观者脱鞋子 在古代为了保持寺庙的清洁 才要求入内的人保持着脚步前前净净 没有脏东西 那么为了保持进入庙堂确实前净 很多人呢 都会选择先洗好了脚再出门的习惯 这古代人一开始他并没有鞋子 在家洗好脚之后 为了保持脚步清爽前净 就用皮革包裹住脚丫子 而这一块用来包裹的皮革 它就是鞋子的雏形 再到后来又觉得光脚不太雅惯 所以才发明了袜子 所以咱们以往的理解还是略微有偏差的 人们穿鞋子的目的 竟然真的就不是为了保护脚丫子 而是为了行礼 礼节上的需要 那么对于这个说法 您各位又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见解呢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密室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聊一聊美国总统在没当总统前都干啥 最盛产美国总统的四大行业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密室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